青梅前女友为了嫁给富二代,不惜把自己的肾换给对方,我劝他考虑清楚,他却厌恶地看向我,即便我们曾经交往过,你也无权干涉我的选择。 换肾后,他却哭着告诉我,他后悔了,最近实验室里的同学看我的眼神有些惋惜,又带点怜悯,无外乎是我的女朋友温如在朋友圈里高调官宣了自己和曾江琪的恋情,而我这个倒霉蛋,在全部知情的情况下被动分手,曾家是本事有名的富豪,曾江琪自诩曾家唯一的继承人。 凭借曾出不穷的花边新闻,隔三差五,就能登上热搜。 所以大家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我曾经在学校大门口,见过他接一个女生下课,荧光色的蓝波基尼,被箱里塞满娇艳的蓝色妖姬,正中间摊开放着十几米开外都能看到的钻石项链,女生扑进他的怀里,感动得落泪, 他一手撑在车身上,一手抱着女生,目光却直勾勾地盯着我身边的温如。 赤裸裸地引诱,如同魔鬼撒旦化身的巨蛇,正得意地吐着红线,我上前一步挡住他的视线,不悦地拉着温如离开。 回去后,温如调笑着问我,你不是怕我跟别人跑了吧?我对上他的视线反问,你会吗?温如沉默,片刻后又轻松撞开了话题,或许是我对感情实在不够敏感,又或许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二十天后,温如在朋友圈发布了官宣动态,导师甚至在百忙之中抽空,找我来了场语中心肠的谈话,小段,整个实验室我最看好你,能力好,耐性足,做事又沉稳可靠。 现在是课题的关键时期,你可千万不要因为别的事分了心。 我神色淡然地点点头,导师却还是不放心,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对情啊爱啊的看得很重。 但我作为过来人,有必要提醒一句,感情固然可贵,但也不能拿前途开玩笑。 我再度汗手,表情坚定,这个课题不单单对我来说很重要,也是整个实验室两年来的心血,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导师终于满意地笑了,笑容中却还带点苦涩,要是温如也能和你一样想就好了。 我当导师这么多年,难得遇到像你们一样这么有天分又肯用功的学生。 温如在朋友圈官宣恋情的第二天就毫无预兆地请了两个星期的长假,课题正在最后的关键期,再过一周就要截题上报了。 他这个时候请假,无疑是在拖整组人的后腿。 和他一个小组的同学心机如焚打电话过去,只得到一句,如果你们觉得不合适,那我直接退出课题组好了。 后来,他的电话就再也没有接通过,导师没有办法,只能临时从别的地方抽人过来。 尽管如此,温如当初负责的那几十组数据就算是废了。 我以为导师会对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很生气,却没想到心里还是希望温如能够回来的,我轻轻叹了一口气,我会尽力劝劝他。 话是这么说,我打去的电话温如一个也没接这么多年的情谊。 即便分手的不那么体面,我也还是想站在朋友的角度,建议他考虑清楚再做决定,交接好工作。 我向导师请了半天假,回了一趟家,大学离我家并不远,坐高铁也就是四十分钟的路程。 回家的时候,我妈正在炒菜,做的是我最爱吃的红烧排骨,走进玄关就能闻到香味。 我爸看到我也很高兴,面上却不显,虚拂了一把眼镜,不是说课题正是关键期吗? 这时候,回来做什么? 我尽量简短地说明了,最近发生的事,我妈端着菜从厨房走出来,听完,久久不能回神。 嘴巴开了张,张得又开,最终只剩下一声叹息,到底还是没缘分啊。 我妈和温如的妈妈,是多年的闺蜜,怀着孕的时候就相互约定生出来的孩子,要是一男一女,以后一定要结成亲家。 我爸倒是抓住了重点,和什么人谈恋爱都不要紧,但是实验室的课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温如这样做也太人性了。 我赞同的点头,所以我这次回来,是希望能让温叔叔和温阿姨好好劝一劝他。 毕竟这次课题,如果因为他的原因出了纰漏,恐怕毕业也会受影响。 我们两家之所以能成为这么多年的至交好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爸妈都是当年的高等知识分子,所以在为人处事方面有着十分接近的标准,爱情确实可贵,但个人的前途也同样重要。 所以,当我敲响温家大门和温叔叔温阿姨说了事情经过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都不约而同露出痛心疾首的表情,温父直接派了桌子,我怎么会生出这样一个肆意妄为的女儿? 我妈有一条河,感情的事勉强不来,只是没必要在关键时候请这么长的假。 我爸也建议,我相信只要你们好好和温如说,她一定会知道轻重的。 温母随即拨通了温如的电话,这一回温如很快就接起来了。 温父二话不说,严厉勒令她马上消假先回去做好课题,电话那头的温如却沉默了片刻,而后坚定开口,我不会回去的。 我现在在医院里,等着给将其捐肾呢。 这句话有如一个晴天霹雳,打得电话这头的所有人措手不及,温母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后知后觉地发问,你说什么? 温如语气平静。 我要尽快给将其捐肾,只有这样增加才会认可我们的爱情。 话说到这里,我爸妈对视一眼,自觉不该干预人家的家事,朝温父温母打了个手势,便带着我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爸妈异常沉默,我也没有说话,直到踏进家门,我妈才定定开口,小横,我们已经尽力了, 没什么可勉强的,其他就看温如自己的选择了。 我滴滴应了一声好,第二天一早,我就返程回了实验室,路上意外接到了温如的电话,他语气愤怒,几乎是在立声质问。 你为什么非要把这件事情捅到我爸妈那里去? 我知道,我没和你说一声,就和你分手你,心里不高兴,但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做这种动不动就告家长的事,不觉得羞耻吗? 我深吸一口气,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回应,作为这么多年的朋友,我只是希望你在做决定之前能仔细考虑清楚。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冷笑,是吗?你不就是因为我甩了你和曾江琪在一起,心里不平衡吗? 少打着为我好的旗号,做这种恶心的事。 段书恒我告诉你,即便我们曾经交往,那也是过去的事,你无权干涉我的任何选择。 说完,他就恨恨地挂断了电话,我心里五味杂陈,直到走出地铁口,脑子里依然回旋着温如刚刚说的话,直到前方投下一片阴影,我才反应过来不对劲,拔腿想要跑。 可是后方迅速堵上来的几个壮汉,彻底将我困住,这个路口人烟稀少,一眼望过去,连一家店铺都看不到,我试图保持冷静,你们是谁? 想要怎么样?就在我的手即将摸到兜里手机的时候,一根大臂粗细的铁棍直接敲在了我的脑门上,我拼命反抗,迎接我的却是如暴雨般落下的拳头,以及为首的刀疤男充满警告意味的声音,今天就让你好好尝尝多管闲事的下场。 我是被过路的行人发现的,被送往医院的时候,我的眼睛只能看得到无数红色的影子反复跳动,有人掐住我的人中使劲呼喊,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 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醒来的时候,我的脑袋疼得厉害。 就连看东西都是重影的,导师就站在我面前,我却用了五分钟,才勉强分辨出来。 医生告诉我,我的伤势比较严重,强烈脑震荡,眼球出血。 加上小腿和肋骨多处骨折,不在医院躺半个月是不可能下得了床的,可是四天后,课题就要上报了。 我努力想要抓住导师的手,嗓子像是被纱纸磨过一般,再怎么努力也只能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课题研究,我要回去。 导师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拍拍我的手背,傻孩子,说到一半。 他像是说不下去了,哽咽片刻,只教我好好保重,那一刻,我浑身的血液像是凝固了,爸妈的啜气声在我耳边萦绕,我却没有办法说出一句宽慰的话。 我为之付出了整整两年的努力,在向我宣告失败,我的头像是要炸开,无数画面在我眼前闪现,但被满平的鲜血浸得支离破碎,我不甘心。 叫我怎么能甘心? 我甚至开始埋怨自己为什么要回家,为什么要多管闲事,为什么自以为是的想要去插手那些我本不该插手的事。 我无比后悔自己做的每一个选择。 悔恨像是恶魔的爪牙,在一步步将我拖进深渊,恍惚中,有人握住了我的手,坚定地喊我的名字,段书衡。 是一道熟悉的女生,我记起来了,是导师为了顶替温柔的缺席临时找来的帮手,好像叫段书衡,我是文强,课题组的成员。 对了,就是这个名字。 文强看到我的反应,握住我的手,越发用力了,你听好了。 你是这次课题的核心成员,没有你,结论推导根本进行不下去。 我知道你现在情况很糟糕,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说着,他递给我一支笔和一张纸,好在你的脑子和手还能用。 如果你愿意,我们一起把这个课题做下去。 我拼命点头,生怕他看不到,文强笑了笑,笑声传到我耳朵里,就像一阵清风吹散了所有阴霾,希望你的脑子真能像传说中那么好用。 文强打开电脑,一次一句地把之前的推导过程读给我听,那些晦涩难懂的公式从他口中读出,宛如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悦耳动听。 我听到关键处就会拿笔记下,但我的视力太差,往往需要文强帮我伏笔白纸。 然后通过我的转述,把草稿纸上那堆鬼话符一样的东西,转换成看得懂的结论,输进电脑里,导出最终结论那天,文强兴奋地抱住了我。 那时,我的视力已经稍稍恢复了一点,眼前的姑娘激动地将要跳起来,但眼底的乌青却是怎么都掩盖不住的。 这几天,她白天陪着我一起推导演算,晚上就回实验室,通宵完成她的那部分。 好几次,我数句抱着抱着,对面就没了反应,我妈悄悄走进来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让文强休息一会儿。 这小姑娘,聪明又有耐心,就是太不会照顾自己了。 我妈叹息着,给她盖上一块毛毯,我小心翼翼地在纸上写着脑子里演算出来的结论,窗外的风懒懒吹进来,五月的空气里飘满枝子花香,最终,我们的课题成功上报了。 导师高兴地来我的病房里宣布喜讯,顺便给我带来了案件的最新进展,当天围殴我的几个混混都抓住了,但他们显然是收人钱才替人办事,嘴巴紧得很,一口咬定是看我不顺眼才动的手。 但事后,是曾家出面,赔了一大笔钱,才将这事了结。 说到这里,导师也忍不住叹气,我当初实在不该让你去劝温如的。 导师已经快七十岁,这几天却因为我的事忙前忙后,病发又白了不少。 说实话,要不是导师用尽人脉来回奔走,那几个混混恐怕到现在也抓不住,我急忙劝慰,谁都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老师不必自责。 我妈这时候也提着水果进来了,连忙招呼导师吃一点,两人寒暄了几句,导师临走前还不忘嘱咐我养好身体,实验室还等着我回去带队呢。 我妈继续给我削着苹果,却是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我心里猜到了几分,是温阿姨给你打电话了。 我妈和温阿姨是非常好的朋友,这次事情她心里虽然恼怒,但也知道不关温阿姨的事,你温姨说想来看看你。 我答应了下来,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温阿姨不是一个人来的,她身后还跟着温如,温如穿着和我一样的病号服,手背上也挂着和我一样的刘志珍,我就住在十三楼。 温如局促地开口,看到我红肿未退的脸和打着石膏的腿,眼眶一红,差点要哭出来。 我忽然想起高三那年,温如在回家路上被小混混拦住要钱,小混混看她长得漂亮,开始动手动脚。 温如一边和她们斡旋,一边悄悄给我发求救短信,那是她第一次一个人回家,而我因为生病发烧,躺在家里休息,收到那条乱码短信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了不好的预感,跨上单车疯了一样往学校赶,终于在一个小巷口,看见了被堵在角落瑟瑟发抖的温如,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力气。 举起单车就往,可惜我的准头实在太差,一辆车砸下去也只砸破了那个混混的一点皮,其他人立刻冲上来,把我和温如团团围住,我就像一只死守领地的孤狼,毫无章法地冲他们嚎叫。 此后,一双手却紧紧将温如护在身后,混混们抓起棍子,就往我身上打,发着高烧的身体,连战力都勉强,一棍子就被打趴在地上。 但我总是能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挥舞着手臂,像是提剑的骑士,英勇无畏地保护心爱的公主,那场战役。 以我单方面挨打作为终结,好在动手前,我提前报了警。 恍惚中,我看到温如泪流满面,大喊我的名字,那张青色稚嫩的脸庞,在这一刻,与眼前的温如重合,我有些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她? 我和温如青梅竹马,自小一起长大。 就连博士生选实验室,也因为志同道合选在了一起,我们会共撑一把伞,分享早午餐,躺在铺满月光的草坪上数星星,也会因为一个公式,炒得面红耳赤,互相毫不留情地攻击对方的逻辑漏洞,试图证明自己的结论才是正确的。 但不论吵得多凶,我都会在第二天下午,买一杯奶茶,放在温如的桌子上。 每当这个时候,温如就会高傲地抬起头,撞似不经意撇过我的位置,然后打开吸管,泄愤般用力插进奶茶杯里,美滋滋地喝起来。 现在想起来,那些美好时光,就像泡影一样。 留不住,也摸不着,我不知道会这样。 我只是和江琪抱怨了几句,温如捏如着开口,想要往前一步,却在看到我妈不善的眼神时停住,我没有说话,温阿姨倒是趁机开口,小如啊,曾江琪是怎样的人,你现在总该看清了吧。 温如忽然止住眼泪,戒备地往后退了一步,江琪也只是因为爱我才会这么做。 温阿姨痛心疾首,你确定她是因为爱你吗?还是怕丢了你这颗善? 我的傻小如,你怎么到现在还看不清啊? 像温家这样的豪门,我们攀不起的。 他们无视法度,没有道德制约,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真的爱你? 就算喜欢,也只是一时的新鲜而已。 温如定定地看着温阿姨,表情倔强,没有一丝让步,妈,你不会明白我和江琪之间的感情的。 她会凌晨三点来敲我的门,只为给我送一碗她亲手做的白粥。 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过,温阿姨几乎要气晕过去。 最后,温如第一声向我道了一声歉就离开了,温阿姨则是靠在我妈肩上痛哭不已,字字句句都在后悔自己没有教好这个女儿。 导师把温如提出了实验室,并向学校提出换导师申请,温如临阵脱逃的事在整个学术圈都传开了,以至于导师清退她之后,没有任何人愿意接手一个不听劝阻,肆意妄为的博士生。 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温如将面临无法毕业的困境,但她显然并不在乎,连清退书都是温叔叔和温阿姨来拿的。 他们在导师面前跪下苦苦哀求,但依然无法改变事实,曾将其需要换肾的消息并没有披露出来。 但是她痊愈了的苗头,却不难看出,几个月后,社交平台上都是她和温如秀恩爱的照片。 或者是包,或者是项链,又或者是手表,每张图后面都跟着温如洋溢着幸福快乐的脸,我没有特意去翻,但网上那些打着增加继承人新欢标签的帖子层出不穷,除非不上网,否则很难忽略。 实验室里的同学都默契地不在我跟前提起这些事,只有文强,哪壶不开提哪壶,专门点开大图,凑到我边上研究,这包是不是真的呀? 还有这表,我记得整个华国只有一只啊,它这只哪来的?有同学故意调侃,真的那只难不成在你手上啊? 文强笑着晃了晃脑袋,对啊,改天请你鉴赏一下。 整个实验室笑作一团,就连我也忍不住笑出声,文强撞了一下我的肩,也语,总算活过来了。 我将手底下的演算纸推过去,还差最后一步。 文强看了一眼演算纸,立马苦着脸,不是说好休息一段时间吗? 你怎么聊天,还带正名巴赫猜想的? 太卷了吧你。 我将演算纸又推过去一点,指着上面的几行公式,你昨天问我的如何缩短有效路径,我想这个公式会对你有帮助。 文强大喜过望,直接在我脸上亲了一下,然后兴冲冲地跑了出去,直到他跑得没影,我的脸依旧火辣辣的。 大家一致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开始哄笑,断师兄,给我们这些万年老光棍留条活路吧。 我没有理他们,只是去了一趟厕所,用凉水缓解了一下脸上的滚烫。 没过几天,文强邀请,我陪他去参加一个晚宴,我以为是学术界的研讨交流会,欣然应允。 结果到了现场才发现,这场晚宴的规格,着实超出我的认知,所有在报纸金融版头条登过的人物。 几乎都在我面前晃了一个遍,晚宴上一箱并饮,人人西装革履礼服夜地,唯有我和文强,穿着简单的白T家牛仔裤,着实格格不入,看出我的局促,文强讨好的拉了拉我的袖子。 你也知道,我家是开小公司的,我爸妈非得让我来一趟,我应付不来,只能拉你下水了。 我正要说话,不远处传来一阵尖锐的叫喊,曾江琪。 你不是说晚上要忙公事,那你身边这个女人是谁? 温如站在人群中间,悲愤交加地指着面前那对亲你挽着手臂的男女。 曾江琪被人当众下了面子,脸上的柔情蜜意,立马化作厌烦不耐,你跑这里来发什么疯? 我跟谁在一起,关你什么事? 温如崩溃大喊,我们都订婚了。 你还和别的女人不三不四地混在一起,你拿我当什么? 站在曾江琪身边的女人,嘲笑着开口,曾少什么时候订婚啊?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 看到周围人都在看自己的热闹,曾江琪沉着脸,胡乱松了松林口,谁跟你订婚了? 你少造谣。 说起来,我确实在温如的微博账号里,看到过一张合照。 背景是酒店的某个豪华包间,她和曾江琪以及曾母坐在饭桌前相谈甚欢,配文是,我们订婚了。 底下的评论,多是恭喜恭喜之类的话,唯独不见曾江琪大号的点赞和评论,人群里,曾江琪越说越气,你不会把一顿感谢饭当成订婚宴了吧? 我倒是真没见过像你这么会做白日梦的女人。 你也不想想,我是什么身份?怎么可能娶你这种什么都没有的女人?温如不可置信地后退,不知是踩中了什么,一个踉跄跌倒在地,狼狈至极。 是你说的,只要我把肾换给你,你妈就会认可我们的爱情。 是吗?我有说过吗? 曾江琪捏了捏左手袖扣,扣面上的蓝钻闪出一道亮光,如同一柄剑,直直射中温如的心脏,他疯狂地从地上弹起来,想要扑到曾江琪身上给他一个巴掌,可惜半途就被对方狠狠踢开,温如就像一只被猎枪打中的燕子,垂直落地,额头磕上光亮的地面,砸出一团乌黑血渍, 当写顺着面额滴落在地,他忽然发出一声淒厉的尖叫,可是我把肾都换给你了,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想给我换肾的人多了去了,是你自己非要上杆着,我可没求你。 说完,曾江琪礼了礼仪金,挽着女伴的手诗诗然离开现场,文强全程看得嘖嘖称奇,真没想到这个世界上烂人竟然这么多。 看到孤零零坐在地上色缩不已的温如,我心头闪过一丝不忍,我问路过的服务生要了一张餐巾纸,然后缓步走到温如跟前递过去,额头上的血滴到眼睛里会发炎的。 温如猛地抬起头,眼泪流得更凶了,和脸上的血水混在一起,更添几分不堪。 温如哽咽着想说点什么,却在看到跟着一起过来的文强时,指住了嘴,哇,师兄,你可真是人帅心善啊。 我揉了揉文强的发顶,宠溺地笑,诛人为乐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温如的脸似乎又白了几分,上一次研究课题的大获成功,吸引了不少知名企业向我投来橄榄枝,开出的条件也都丰厚无比。 导师也劝我,实验室研究终究只能停留在理论上,你要想把数字化成现实,还是要跟有实力的企业合作。 我看了一眼邮件,心里隐约有了一个决定,下午,实验室里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曾江琪翘着二郎腿坐在我的位子上,一边的同学向我识眼色,这人可不是什么豪鸟。 你小心一点,我点点头,平静地走过去,曾江琪看到我先一步开口,开个架吧。 只要你肯去曾氏集团,条件好说。 我看见他的眼睛,有意无意地盯着桌子上的资料,顺手过去,一把塞进了抽屉里,你妨碍到我工作了。 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礼帽中又带着鄙夷,不请自来,在我这儿,和贼没有什么两样。 曾江琪皱了皱眉,强压下怒气,眼底闪过一丝绿光,温如我也可以还给你。 只要你肯和我签约,我有些好笑地看着他,宛如在看一个智障,有病应该去医院治,而不是来干扰别人正常工作。 曾江琪猛地一拍桌子,你是不是忘了上一回是怎么被打的了? 我要想弄死你,有的是办法。 现在是法治社会,我悠然掏出裤袋里的录音笔,播放了一小段他刚才气急败坏的声音,然后开口,我不介意和你一起去警局好好聊聊。 曾江琪愤然离开,下午,文强过来看我,笔疑地说着曾江琪的八卦,听说他又搞大了一个女明星的肚子。 曾家老爷子给他下了最后通牒,手上的项目要是完不成,就直接提出继承人名单。 也难怪他会这么火急火燎地来求你。 原来威逼利诱也算求,我还真是长见识了,不过文强的话倒是提醒了我,我立刻把电脑上的数据改动了几处,然后打印出来,替换掉抽屉里的资料。 文强好奇地看着我的动作,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做好一切。 却听见有人在敲门。 文强跑过去开门,看见来人并没有说话,只是不轻不重地叫了我一声,顺着他的视线。 我看到了温如,距离上一次晚宴,不过四五天,温如已经憔悴得不成样子。 额头上的伤,只是用一块纱不简单包扎了一下,直到现在还在渗血,看向我的时候,深深凹陷的眼窝如同年久失修的轴承,连转动都显得艰难。 那天,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声谢谢。 我不置可否,只是问,有事吗? 温如的眼睛暗淡几分,说话带着一点鼻音,疏痕,你会原谅我吗? 看着他渲染玉气的表情,我的心底生不出一丝怜悯。 如果你是指着小混混围殴我,害我差点无法完成课题的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永远不可能原谅。 我的腿伤看起来已经痊愈,可是一到下雨天气就痛得厉害,而我脑袋上的伤,医生说差一点就会变成植物人,我没那么宽宏大量,不至于能够原谅差点毁掉我前途的人,温如的眼泪顺着面颊躺下,气不成声,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好后悔,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后悔自己一意孤行,坐下的选择。 桌上的面筋纸正好用完了,我去隔壁房间拿了一包过来递给他,他抹了一把脸,然后仰着脸仕途靠近我,书恒,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对,我们当初明明不能,我果断拒绝,义正言辞地告诉他,你应该知道覆水难收的道理。 我不恨你的背叛,那只是你顺从自己意愿做的选择,但我也不可能原谅你。 我想,你也应该认清这一点。 下午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地面,就像是铺了一层细碎的水光,水光淋淋,被风一吹又似乎散成了不可触及的烟雾。 温如是哭着离开的,听说他离开前还去找了导师,希望导师能重新接纳他入学,但导师连见都没有见他。 一周后,我去了荣盛科技面试,综合考量,我认为这家公司的发展前景最佳,也是最有机会实现我理想抱负的地方。 三轮面试之后,荣盛方面对我很满意,项目人是个老学究,和导师的作风有几分相似,更是对我赞不绝口,直接和旁边的负责人说,这个人才要是招不进来,这项目我没法做。 面试负责人多看了我一眼,眼底是显而易见的赞许。 说来也怪,这位负责人看着总是有些面熟,但我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所以额外注意了对方的一举一动, 竟然发现身边的人轻声喊他董事长,倒是第一次见董事长亲自出来面试的,双方达成合作,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但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 请问段先生,您认为您可以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利益? 我不卑不亢地作答,我的研究方向和贵公司的研究前景高度匹配,我相信我的专业能力可以为贵公司的发展提供帮助。 除此之外,我还准备了一份小惊喜,您若是信任我,可以及早让公关部做好准备。 第二天,曾氏集团旗下的科技公司爆出丑闻,他们推出的新型人脸识别系统,竟然在新品发布会当天就严重出错, 甚至直接把一张凳子识别为了公司总裁,在台下众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直接用总裁权限调出了该公司近几年的内部财务账目,底下有审计行业的相关人员。 一眼就看出这家公司偷税漏税情况严重,荣盛作为曾氏的对头公司,他们的负责人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一早就安排了公关部推波助澜,直接把这桩丑闻的热度炒到了最高。 事务部门立刻入住突击检查,很快就查出了大笔违法账目,曾氏集团为了撇清关系,只能壮实断腕,立马发了一则澄清公告,公告中,那家科技公司的行为都只是公司负责人自作主张,一意孤行,与曾氏集团没有任何关系,公告发出的当天下午,曾江琪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段书恒。 你因我?我冷静反驳,我和贵公司没有达成任何合作,曾总如果再恶意诽谤,我将会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我听到电话那头隐约传来温柔慌乱的声音,不可能,不可能的,那两页核心数据稿明明是我亲手拿来的,曾江琪冷哼一声, 重重甩了温柔一个巴掌,电话里不断传来你这个贱人,居然敢骗我,的咒骂声,以及温柔苦苦哀求的声音,不过并没有持续多久,电话就被挂断了。 那天,曾江琪和温柔前后脚来找我,时间点实在是太过凑巧,巧到我没办法忽略。 所以我,刻意借着拿面筋纸的机会,把温柔单独留在我的座位上,其实我并不确定她会不会真的动手,但她走后,我马上就发现,抽屉里两页重要的数据稿不见了。 那一刻我知道,温柔再一次做了她的选择,但温柔不知道的是,她拿走的数据是被我刻意改动过的。 我在那页纸上,特意设了一个小办,除了我没有人能发现,我利用这个办,让曾江琪在发布会上名誉扫地,顺带卖了一个人情给荣盛。 另一方面,曾江琪故小混混殴打我的那笔账,我也一直没有忘。 这几天的新闻,多是那家科技公司偷税漏税的时政报道,以及曾江琪被曾氏集团董事会集体除名的通告,不仅如此,她还面临着税务机关的起诉。 恐怕很多年都要待在牢里了,贵公子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这庄室,很快就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文强咬了一口弹踏,燕足地抿了抿嘴唇,没想到师兄还有商战的天赋。 我也尝了一口手里的弹踏,酥酥甜甜,确实味道不错,这一次的商战可以给你们荣盛带来多少利益呢? 文强被我的话噎住,好半天才试探着开口,你是怎么知道的? 文强一直说,自己家里是开一家小型公司的,但从来没有说过,具体是做什么的,实验室里都是潜心学问的。 自然也不会有人刻意去八卦,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直到那次去荣盛面试,发现负责人特别眼熟, 我想了很久才终于想明白,原来是因为我在负责人的脸上看到了几分文强的影子,有了这个突破口,要发现文强就是荣盛董事长,女儿这件事似乎并不困难,文强有些不好意思,挠了挠脑袋,跟我说了一声抱歉,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我也没想到,我就跟我爸提了那么一嘴,谁知道他居然火急火燎地跑来面试我,我猜到了他后面想说的话。 不由地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却在他眼中看到一丝惊讶,转过头,我看到温如正站在我们身后,他直直盯着我,眼底闪过一丝黯然,文强有些不高兴地弯了他一眼,没好气的,你来干嘛? 又想偷什么东西?温如的脸都绿了,咬着牙提起勇气走到我跟前,书横,我决定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这时我和文强才注意到,他手上捏着一张笔抄单,曾将其坐了牢,曾家也不会承认我,这个孩子好像也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说着,他的眼泪啪哒啪哒往下掉,很快就沾湿了手上的单子,我点点头失意知道了,然后准备带着文强离开,温如却急切地拦在我前面,书横,你不想劝劝我吗? 文强气得要爆炸,我拉住他的手,给了他一个安定的眼神,文强盯着我们紧握的手掌,不自觉咽了咽口水,我看着面前的温如,告诉他,我尊重你的任何决定,也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 温如面如死灰,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离开,文强一直没舍得松开手,走出好几步,才忽然问我。 你说的我们是谁啊?